二位大人 武唐大人正在聘你公文 请二位大人稍候 请问马宁远马大人是不是来了 回正大人属下不知道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二位大人请吧 平时叫你读读左转通鉴 你不以为然 我叫你读一读王阳明的书 你更是不以为然 还说什么半不论于可治天下 现在我问你 孔子说的 知不可为而为之 是什么本意 孔子是告诉世人 做事时不问可不可能 但问应不应该 毁地烟田 伤天害理 尚募国家 下害百姓 也叫知不可为而为之吗 属下知明白 应该为布唐分忧 九个县几百万生民 绝口烟田 翻遍史书更古未见 还说是为我奋勇 这个罪 除了你的九族都顶不了 不应该为我奋勇之人闪任 我怎么就用了你这样的人 做杭州之府 建兴安江河道总管 你这些人 这些人 他不应该为了 你这些人 不应该为了 有什么相当地 我这些人 你那些人 要不应该为了 我这些人 你这些人 你们不应该为 那些人 您不要问了 问下去 我大明朝历时便天下大乱了 不讨您担不起这个罪 阁老也会受到牵连 底不是毁的 是属下们去年没有修好 才酿成这场大灾 属下这颗人头 赔了也值 你总有我 我总有你 天下事坏就坏在这里 他们拿你的命换赢走 拿浙江那么多百姓身家换钱 你还得死心塌地地护着他们 还要说是为了朝廷 为了国策 为了朝廷 什么国策 什么改道为丧 赚了钱有几万能进到国库 这一次他们利用的不只是你 胁迫的也不只是我胡宗仙 我真不愿意看到啊 哥老头八十一岁了 让那些人围着 倒是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啊 你的人头这次是保不住了 你的家人我会尽力保全 你先到里边房间待着 轻而听听 你所保的他们 到底是什么样的心肝肺 就是死也不能做个糊涂鬼 来人 武汤大人 请郑大人 何大人 是 武汤大人请二位大人进去 请吧 请吧 武汤大人 坐吧 真没想到啊 会出这样的事情 属下听说了这个事情以后 立刻去了异藏 捅算了一下 不足三万蛋粮 受灾的百姓有六十万之多 全振了 也就够他们吃上十天半月 这当务之急是买粮 可藩库里的存盈也不够啊 我们得 得立刻给朝廷上奏述 请朝廷拨粮赈灾 拨什么粮 报什么灾 自然是报天灾 是天灾吗 端武汤 三天三夜的暴雨 水位猛涨 这 这本是想不到的嘛 走书 就按你说的 由你来草拟 属下们可以你说 但最后 还得由布汤大人领先上奏 你们你的书 自然由你们上奏 我只提醒一句 同样的江河 同样的端武汹 林省的白毛河 吴松江和我们 都是去年秀的地 我们一条江 酱花了他们两条江的修缔款 他们那里低谷人安 我们这里 倒出了这么大的水灾 这个谎 你们得扯圆了 布汤大人既然这样说 属下 也不得不斗胆说一句了 小哥老给我们写了信 想必也给布汤写了信 一定要追查 他查到我们头上 我们要不要把小哥老的信 交给朝廷 布汤 还要不要再去追查小哥老 那朝廷改道为丧的旨意 是不是也叫皇上收回 听布汤民事 是 你是说 毁敌烟田是小哥老让你干的 先把那九个县烟了 我 我 我没这样说 那你刚才说的 小哥老的信是怎么回事 还有 要追查小哥老又是什么意思 属下说的是改道为丧的国策 改道为丧和九个县的地雁绝口 有什么关系 水灾和国策推行又有什么关系 要有关系 你们不妨也在奏书里一并辰名 改道为丧的国策 和这次水灾肯定是没有关系 可这次水灾愣要说是端武训造 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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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 在做什么 有关系 有关系 尤其是 对 这次上来 有关系 你 有关系 你 对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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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玄儿来了 来 进来呀 干爹 到里边来 坐 坐 坐呀 干爹 您老知道 儿子胆子小 就别吓我了 你又胡琢磨了 让你坐你就坐 干爹谨恩德 儿子可不能不讲规矩啊 那芸娘你也坐过来吧 干爹 您老叫儿子 今天晚上 到底要干什么呀 好心思 不枉我疼你一场 把那中河豚端给炫了 怎么了 像瞧见毒药一样 这么多儿子里 你算孝顺的 这河豚还是你去年送的 一直养在池子里 就想着哪天叫你来一起吃 今儿特地请了扬州师傅把他做了 你却不吃 儿子糊涂 儿子这就吃 慢点 烫啊 把酒倒上吧 干爹 您 您这是 你是聪明的 你刚才说对了 我今天是有事跟你说 也就三句话 喝一杯 说一句 先把这杯喝了吧 你几次在背后说 哪天能跟云娘睡上一觉 死了也知 干爹 干爹 我 你看你看你看 我才说了一句话你就这样 你让我下面的话怎么说 起来 扶他坐下 干了 干了 第二句话 干爹平时带你如何 干爹带儿子 有天父地宰的恩情 儿子就是 儿子就是 死 也报答不了 有良心 倒酒 慢 等我把话说完 你愿意干再喝 我这条命 本是干爹的 怨不怨 也由不得我 您老就快说吧 那好 那我就说第三句 这新房 这新房 是我叫人布置的 是给你布置的 今儿晚上你就睡这儿 云娘 和你一起睡 我的话说完了 这杯酒喝不喝 你看着办 这杯酒喝不喝 好喝 好喝 小喝 小喝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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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公公 躲开 李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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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西沿江河道监管李全吗 是 老子我 好 开刀问战吧 李公公别上去 你们先到了 李公公 李公公 你去跟 他跟杨公公求个情吧 求什么情啊 没出息 没出息 来 给我绑上 总是 李人 累 快 扶上 布堂大人有话 李公公是宫里的人 不上刑具 快扶到门房看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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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o 好 好 好 不疼 请朝廷延缓改道为丧的话 为什么还是没些 我们和杨公公反复意赖 改道为丧是国策 是不是延缓推行 实在不是我们该说的 如果朝廷念在我们发了大水 皇上圣名 一道圣旨叫我们今天不改了 那是我们遵旨就是了 那要是朝廷没有不改的旨意呢 那我们只有勉为其难了 你们勉为其难 你们有什么难 几十万人的田全淹了 许多户百姓现在就断了吹 秋后没有了收成 现在连一斗米都借贷不到 还叫他们改道为丧 丧苗能够吃吗 那现在就是不把稻田改成丧田 田已经咽了 许多人没有粮还是没有粮 由官父亲朝廷调粮借贷 叫百姓抓紧赶插秧苗 求后还能有些收成 借贷的粮食 今年还不了分三年归还 因此这三年内不能改道为丧 照这个意思写上去 这样写的话我可不署名 那杨公公是什么意思 我一个制造局 只管给宫里制造丝绸 我能有什么意思 为了死仇饿死人 比百姓造反你也不管 那是你们的事 绝口烟田也是我的事 谁绝口烟田了 绝了低 您要抓人 我把人也给您送来了 您还要怎样 胡不堂 你们地方官可以 这山望着那山高 我不行 我头上只有一片云 这片云在宫里 您可以不买哥老的账 我可是贵宫里寡 翻了脸 自有吕公公跟皇上说去 用不着请吕公公跟皇上说了 我是这支总督我也能进京 也能见皇上 来人 在 把马宁远带进来 是 不堂大人 怎么毁堤都有哪些人合谋 罪源都写在这上面了 我签了名 常伯熙和张之良都签了名 现在呈给布堂大人 放下吧 布堂大人 明天天一亮备职就要走了 欠布堂的大恩大德 只有来世在报仗 这封宫状你们要不要看一看 不想看就不要看了 我胡宗县 也希望这份共状 永远不再有第二个人看到 可逼反了浙江的百姓 窝寇趁机酿臣大事 我胡宗县 不但要献出这颗人头 千秋万代 要留下骂名 因此我不能让有些人 接着改道为丧 乱了浙江 乱了我大明的天下 我们有退路 你们也不要打量着 有什么退路 我再问一句 这道奏书 你们改不改 布堂既然这样说了 都是为了我大明的天下 那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 赵布堂的意思改吧 好吧 好好好 哥老 哥老 您别急 千万别急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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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您坐 您坐 真是人心似水啊 他葫芦针走到今天这一步 让人万万难以想到啊 我们可以扶起他 现在也可以踩死他 龙门 册东御师上奏书 立刻弹劾他 你住口 我问你 问你们 回地烟田是怎么回事 说就说 爹 改道为丧的国策推不动 他胡宗县又首属两端 布烟田改不动 咸了田就改动了 就怎么回事 这事先没跟阁老请示 是我们的错 本意也是怕阁老忧心 想干完了以后 再向阁老详细禀报 浙江那九个县的田 今年的青苗 总归是要改成桑苗的 不烟是改 不烟是改 烟了也是改 民可是由之 不可是知之 老百姓不体谅朝廷的难处 我们也只能这样干了 本来像这样的事情 胡宗县 这一年 只要和郑碧昌 何茂财 还有杨公公他们 一个口径 报个天灾 也就过去了 谁想到 他这次竟如此不可理于 好在他总算还有些顾忌 只报了个和堤师修 无非是出个难题而已 改道为丧的国策不能推行 这大事已经不可收拾 他现在又逼着郑碧昌 何茂财 还有那个杨公公联名上了这道书 公然提出三年不改 爹 国库这个样子 还能支撑三年吗 他说三年不改 就三年不改 不是他说三年不改 就三年不改的事 高拱张居正 那些人 有了这个由头一起哄 事情便难办了 我担心的是 他胡宗宪还揣着马宁远的那份贡状 吕公公 要是有了顾忌 就不一定和我们一起应顶 我想这当务之急 是阁老得立刻去见吕公公 然后一起去觐见皇上 八十一了 这条命也该送在你们手里了 遵你们的旨 我进宫吧 道德经第五十八章有云 奇症闷闷 其民蠢蠢 其政查查 其民缺缺 人之谜也 其日故久 使宽异物 炎异物 其百姓弥栽 朕亦迷也 而等不迷糊 宽炎异物 都是臣等的过错 浙江的事情只有忽辱真最清楚 臣以为 立刻找忽辱真进京 一是赈灾 一是改道为丧的事 到底还能不能兼顾 臣同他一起议个妥善的法子吧 神仙下凡问土地 把土地爷请来吧 还有两个人要一起来 一个姓杨明金水 是吕公公的人 一个姓坛明轮自子李 是豫王的人 加上你阎阁老的那个胡宗县 三路诸侯一起来 北京的九门在陈时初到申时末 虽都有官兵把守 但对所有进出的人都是敞开的 只是欲有皇室遗仗和二品以上法源进出 才会戒严 家境四十年五月二十一的下午卫时 武城兵马司出动了官兵疏散人群 按规制 这是总督一级的封疆大吏进京了 皇上为什么叫我也来 老祖宗那边有什么话吗 老祖宗是菩萨 您也不是不知道 慢说是我们 就是私立见几个头 在他那儿也听不到一声半点的声音 杨公公 老祖宗这时正在私立见等着您呢 干爹 干爹 起来吧 好 王兵 哀 如此 最后我至少说 我的小徒 我去洗巴脸换身衣裳 我们去见皇上吧 现在就去见皇上 现在就去见皇上 你什么事都没瞒我 我自然 要看皇上 就去见皇上 谢皇上 我去洗巴脸 什么事都不会瞒皇上 毁滴燕田的事 皇上都已经知道了 你再去把详情 给他老人家细细说说 那儿子这一回的罪过 你也是为了功力好 难得已不隐瞒 这便是最大的忠 一两个县吧 皇上 心里装的是九州万方 干爹 儿子 什么都别说了 准备去见皇上吧 准备去见皇上 君子 庭派 皇上 十番的那封信你亲眼看见了 回主子 奴婢亲眼看见了 信是写给郑碧昌和茂财的 叫他们干脆把田给淹了 这样改道为丧就成了 马宁远的那份共状 你亲眼见了 回主子 当时胡宗宪叫奴婢 和郑碧昌和茂财一起看 但奴婢和他们俩都没有看 你觉得胡宗宪怎么做是为了什么 有什么就打什么 回主子 奴婢以为胡宗宪这样做 至少有三个心思 哪三个心思 第一 胡宗宪肩肩上的担子重 窝寇闹得厉害 他怕百姓失了土地再一闹事 内忧加上外患 到那时 他担不起罪 第二 豫王府的那个谭伦总在他身边 胡宗宪应该受了些影响 第三 他对阎哥老的感情还是深的 但对小哥老做的事 总是不以为然 李方 奴婢在 你用的这个阳金水还是得力的 明里不要赏他什么 那 按理讲他点什么吧 是 同志阎松 叫他明天就带胡宗宪进宫 还有 叫豫王一起来 是 你们在这后着 是 大人 大人 是胡大人啊 葛老还好吧 还好 那就烦请带我去拜见老人家吧 真不好跟大人说这些话 下午 葛老已经分不分了 胡大人是皇上召见来的 他不宜先见 请须通禀一声 于公于私 我都应该去拜见他老人家 臣既不能上体胜忧 又不能下苏明困 臣之罪已不可以昏聩明知 无法不明 其何堪封江之刃 躺蒙圣恩 准臣隔聚浙之总督 继浙江巡抚之职 是不是胡宗县来了 回小葛老的话 是胡宗县来了 我教你说的那些话 你没跟他说 小的说了 他说让我禀报葛老 于公于私 他都应该先来看看葛老 你去告诉他 就说葛老说的 这里是私底 要谈公事 明天可以到朝堂上去谈 内阁也可以派人去贤狼祠看他 要是私事 但是我严家和他胡宗县无私可言 这样说是不是有点太伤他 伤你妈的头 好 刚才写到哪儿了 唐蒙圣恩 准臣隔去浙职总督 及浙江巡抚之职 则臣不胜感激涕铃之志 臣胡宗县叩首再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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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